腾讯一线作者,风亦发自西宁7月27日晚,最近因为我不是要神,中的出色表演而获得舆论好评的演员王传娟,作为颁奖嘉宾,出席第十二届first青年电影展颁奖礼,在颁奖后台接受媒体采访时, 她被问到自己近期红了,有什么感受,她对此相当排斥,发生这事儿,我觉得存在就好了,反正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,要神对我来说已经翻篇了,对我来说,放完,她作为颁奖嘉宾,给最佳演员奖颁奖,得主摄美丽的女主角职员,她评价自己看到学院的表演,一看就很有劲儿,她也宣称参与了此次青年影展, 很受年轻电影人的鼓舞,她对于舆论的热忱保持冷静的态度,我自己不太想要这东西,我有时候见了他们电影宣传方,我都说,你们是不是物料方太多了,我自己愿意一直待在后面,就大家不要见到我是最好的,每次见到我都是你们在大荧幕上看到一个新的角色, 那是我想要的,事实上,在《我不是要神》之后,王传军已经有了新片计划,他和《要神》中的演员黄雁辉,共同出演一部现实题材电影,名叫《骂赛克少女》,这是一部关注少女性侵体材的影片, 王传军在片中饰演一位调查性侵害见的记者,在发布会现场上,他透露自己参演这部电影的原因,是导演写信夸他有一生动人的眼睛,影片已经于去年十月开机,有望在,今年上映。 此外,他还会在陈冲导演的影片《英格力士》中出演,他的角色是一名从上海来到新疆之边的英语老师, 贝恩的脸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